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每一首歌的类型都不大一样 这一波刚过了几天 周深同学又是马不停蹄的 如冲锋枪般的射出的子弹一样 密集的再次上显新歌 而且一下子就冲出了三首新歌 就这样 加上之前所说的五首新歌 周深同学在2021年的1月份里面就已经推出了整整八首歌曲了 看来周深这样的新歌发行速度在整个花月谈也是没有谁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深在这一月份以来推出的八首新歌吧 1.1月8号上线天涯近处 这首歌曲是与胡夏合唱的 也是在为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上阳服》的主题歌 2.1月10号上线《无所畏惧》 这是经典游戏《球球大作战》2021年度资料片的主题曲 3.1月22号推出《归处》 这是电影《是神令》的主题歌 4.1月23号上线《我江湖》 这是为一款国民超级武侠手游《一梦江湖》三周年的纪念曲 5.1月25号推出歌曲《望》以及《同名MV》 这是一首某宝的五福贺岁短片《望的同名》主题曲 6.1月27号上线了《明月传说》 是周深为电视剧《风起泥上》献上的主题歌 7.1月29号推出英文歌曲《Rubia》 它是全新动画片的短片《崩坏三只渡沉》的印象剧 8.1月30号即将上线新歌《茫茫星河》 这是为电视剧《玲瓏》献上的主题曲 你看上诉的八首新歌全部都是周深在这个月份推出的 歌曲类型包括有影视动漫歌曲手游歌曲 甚至是含有为吉武福的主题而演唱的歌曲 到了周深新歌的高产高质量上线 最激动最兴奋的莫过于生米们了 每一首新歌一经推出 许多生米们就开始奔走香港 唯恐其他生米们不知道周深同学新歌上线 但是作为生米们来说 周深这么迅速的推出这么多的新歌 也让他们有些吃不消了 甚至开始对周深同学有意见了 首先周深这么马不停蹄的推出新歌 其背后肯定付出了常人不敢想象的辛苦和努力 生米们担心周深长期下去身体会高垮 让我知道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 因此生米们非常心疼的告诫周深 希望他能够适时的休息休息 不要太拼命了 其次周深一下子推出这么多新歌 许多生米们反映 歌名才刚刚记住 旋律也还没听几遍 结果下一首新歌又出来了 导致现在这几首新歌 就只是记住了歌名和一部分的旋律与歌词 根本就没办法 一下子把这些新歌的旋律和歌词完整的记下来 因此不少的生米们说了 对周深现在的状况是既爱又恨 让我说呀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对此各位客观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说一说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